今天这个热成像就要给湖南朋友寄过去了 咱们再拿出去嘚瑟一圈 三个摄像头 中间这个不出图像 咱们用热成像照一下 可能发现了什么 我判断是电源有问题 但是呢 你看中间这个摄像头发热量明显是小于两边这个摄像头的 说明这个电源输出不是零幅 那肯定有有电压输出 估计是指示灯在闪 以前遇到过 转个方向正对着这个故障摄像机 你看它还是这个发热量明显小于这边这个 咱们拆开看一下吧 这个电源出问题也正常 七年前我装的 这都七年多了 我带了新电源 咱们直接拆开看一下 当初就是为了以后检绣方便 特意把螺丝都换成不锈钢的了 所以说拆了也比较好拆 三个电源都在下面 就是它 看 灯在闪 这边是插头好换 但是这个线呢 它是家常线 这个还要接一下 当初搞插头也是为了以后检绣方便 现在已经更换好了 盖盖 然后去监控室瞅一眼 好了图像出来了 就是这个画面 指示灯不闪 因为它没有带负载 空载 现在负载仪给它安排上 夹套输出端 输出12.45V 咱用0.5V放电 现在指示灯是没问题的 我开始放电按一下 好 你看指示灯 就不行了 再看这里 然后这个12V一会就被拉低了 你看成零点几V了 这就是带载能力差 直接测量整流滤波之后 大电容两端的电压 206V 这是不对的 负载一关掉 指示灯常亮 同样还是200V 看208V嘛 就这个大电容 现在电源已经拔了 已经放完电了 咱们直接用电桥镊子来测一下 电容档100Hz 直接测量 十几NF 标称是400V22V 直接测 然后锁定 先看容量 117P法 已经没有容量了 然后再看地值 2.1 正常是0.2以下 所以说这个电容是彻底坏了 换上一个同参数的 通电咱们再测量一下 这个大电容上的电压 320左右 这个电压高低呢 与输入电压 有直接关系 咱们看一下输入是多少 现在 230V 负载一直接放电 现在它输出是12.45V 咱们直接调到一安 一安放电 看12.34 调到两安40 两安也可以啊 两安 12.24V 那三安肯定不行了 三安 三安就不行了 指示灯闪了吗 带不动 咱们再测一下12V整流输出 这个两个电容容量啊 标称这个是1000V法 然后这边是470V法 直接测量 1.2毫法 因为它两个是并联的 并联的话 它容量会增加 所以说单独测量一下 现在测这个470V法的 锁定 容量434V法 地址0.08 这个是可以的啊 地址你看也比较小 容量一般电解电容 按标称容量的正负20%来算就可以啊 这个是合格的 再测这个1000V法的 直接夹上去 锁定 地址0.09 这个容量也可以 电桥和这个万用表测电容有啥区别呢 电桥测的更精准 并且电桥可以显示电容的D值和RS值 这个重要指标 万用表是显示不出来的 以前我也发过视频 大家可以翻一下 就是这个电桥镊子 和几千块的台式电桥比啊 测这个基准这个板 100多的电桥镊子 能达到这种精度已经很棒了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见 拜拜